好咱们上次讲的是这个长文档编辑包括的学什么呢 设置这个标题一啊也就是张标题 标题二节标题标题三小节标题 以及在这个页媒的位置插入张张标题对吧 张的标题插入在整个文档插入目录啊 插入角柱尾柱就是长文档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次讲什么呢 这次讲这个东西多集目录 咱们说这个标题一标题二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这个集次啊 张的是大纲级别是一节的大纲级别是二 那么这个多集是什么意思呀 不但说出集次还说出次序次序 你是第一几张你是第一张你是第二张 你是第三张你是第四张 那么这个也能自动出来吗 哎能而且还还会给咱们带来很大方便 好咱们看一下 这有这么一个文档对吧 这个文档呢实际上默认 它是这个样子的 咱们可以看它的结构 一开始是一个论语六则 有六则论语 然后是古诗两首有两首古诗 再往后呢是古文一首有一首古文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哎首先咱们啊先对这个 这个word进行一下装修 你可以看到默认的情况下 我如果点这个样式的话 它的标题一是什么 ABCD啊 AABB什么的 然后是标题一 标题二也是 那么咱们怎么装修它呢 哎咱们让它标题一出现第一张 怎么弄 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咱们这属于多级列表 那么把这更多选出来 选出来之后咱们是第一张 第一级对吧 就是第一级 那么选择样式呢 选标题一 标题一级别 选级别一 然后呢在这个样式里面 选择什么样的呢 中文啊 就是这种简体中文就可以 第一章 你可以注意到上面它怎么样 它就加上这样的文字了 对不对 包括字体你也可以设置 那么七十编号是一 哎确定 这个时候 你再看这个样式里面 它是ABCD吗 不是了 它是标题一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选中它 选中它之后双击 这个格式刷 刷一下 把标题一都刷出来 标题一刷出来之后 就该标题二了 对吧 还是要装修一下 在这个定义多级列表 现在多级列表里面 二 这块选择什么呢 选择这个 标题二 级别呢也是二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样式选择什么呀 选择还是选择这种 字呢选择结 解第几节 再确定 这个时候再刷一下 标题二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结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 对吧 刷 双击 对吧 双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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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块就不是双击 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那块是双击 但是刷出来 刷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有个问题 比如说古文一手 这个应该什么 标题一 那么现在不对 怎么办呢 我可以改出来 那么这个文档 它的结构在哪看呀 实际是图里面 有这么一个东西 叫文档结构图 不是缩略图 是这个 试图里面 有一个东西 叫做文档结构图 那么你 你把这文档结构图 看出来之后 这个章节就很清楚了 一章 二章 三章 那么你点哪个 就是哪个 相当于一个目录似的 这目录是不是 也就这么生成呢 这就是生成目录 会不会带这个 第一章之类的呀 咱们看一下 插入一个目录 插入一个目录 目录在于确定 你看到这个目录 是不是也带这个呀 那么这种东西 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大纲使图 大纲使图 大纲使图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上门目录 目录现在简单给删掉 大纲使图 你可以看到这个 哎 我单击这二级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级呀 缩减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有个变化 比如说 我现在的第 第 二章变成 第三章 第三章变成第二章 成不成啊 成不成呢 哎 你可以选中它 你注意一定要全选中啊 如果你只选中这个 就只选中标题 全选中才可以 或者你把它就缩 缩成这么小 哎 全选中 Ctrl X 然后呢 回车 回车如果在这个位置 你粘贴的话 是相当于把它 从来 刚才的第二章 变成现在的2.2节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这时候 需要怎么办呢 哎 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级 那么是不是就第三章啊 第三章 古诗两手 哎 你可以看到这两手 古诗是不是过来了 哎 就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点 实际代表什么呢 代表端落标记 对吧 断落标记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 我要把这一节 变到第一章里面 成不成 那你就Ctrl X 这一节 这第四章 实际没有的 是吧 那么你把这一节 变到第一章里面 行不行 哎 一回车 那么这个 这时候一回车 在刚才在这一回车的 那然后你把它变成 大纲级别变成二级 啊 再Ctrl V Ctrl V这块 有个继续列表 对吧 继续列表 什么叫继续列表 继续列表 就是就刚才是 是一个列表 那么那么现在 你把这个列表继续了 啊 这就是继续列表 好 那么这就是 实际你可以发现 它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对吧 章节啊 这个 就是说你 你在调整文档的时候 你的目录不用反 你这个里面内容变了 目录全都自动生成 比如说现在这种状态下 啊 生成一目录会怎么样 那你再切换回 这个一般师徒 普通师徒 在这再插入一个目录 啊 不在这插入一个目录 很简单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目录是怎么样的 这个目录是不是 是不是就按你 你新的这个 这个这个目录结构来做了 你新的 就是说你章节调整的时候 它并不会影响目录的效果 好 这次讲的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多级目录 包括升级降级啊 调整完次序啊 还有一个东西 图表目录 咱们下讲再讲 谢谢大家再见